哈囉大家好我是瑜 我們常常會有把照片做去背的需求 不管是人像或者是商品 那我之前也有跟大家分享過 可以把照片丟進去就自動完成去背的網站 不過上一次分享的那個網站有一點小小的缺點 就是它如果不付費的話 你只能夠下載到解析度比較差的版本 那解析度比較差的版本 如果你需要把它放大的話 就會比較模糊一點點 那後來呢 我就發現了另外一個去背網站 一樣是把照片丟進去 它就可以自動完成去背 後面你也可以做一些修改 更重要的是 即使你不是付費使用它 你還是可以下載到一個比較高解析度的版本 那我們現在馬上就來看看這個網站到底是什麼吧 這個網站叫做PickWish 那我會把網址放在資訊欄裡面 點進來之後 就會看到一個這樣子的頁面 接著我們找到我們要去背的圖片 比如說這一張 我希望等一下只有我人是留下來的 然後後面的背景都要去掉 那使用方式非常簡單 我們直接把這張照片壓住 拉到這個網頁上面放開 它就會把這張圖片上傳上去 並且做一個自動的去背 那這邊稍微等它處理一下 出力完之後你就會看到 左邊是圓圖 右邊是去背之後的結果 這個紫色框起來的範圍 就是它保留的地方 那我們可以透過滑鼠滾輪 或者是用這邊的加跟減 來控制它的大小 然後我們可以平移它去做一些細部的調整 比如說我希望邊邊這個地方 如果我想要有一些保留的地方的話 我是可以把它另外做保留的 那這邊有一個筆刷大小 你可以調大或調小 如果調大當然 這樣這個區塊就比較大 然後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就是有保留下來的地方 那我如果說我希望它可以 有一些地方是不要的 不小心被它弄進去的 那我一樣我也可以選擇移除 然後你就去把這個不要的地方把它給移除掉 那如果不小心失誤的話 這邊有上一步 上一步就是可以回復到之前的樣子 那這個地方除了可以做 另外的保留跟移除之外呢 它還可以更換背景 這邊點下去的話 這裡有一些顏色 是可以讓你去當做一個背景去做更換的 那當然你也可以自己去新增一個圖片 這個點下去之後 你就可以從你的電腦裡面去上傳一張圖片 來作為背景 所以這東西也是非常方便的 那我們現在先回到抠圖 所以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圖片長這樣 可是我現在想要一個是透明背景的 所以我要到更換背景這邊 把它改成我不要顏色 這是不要顏色在這裡 好它就是一個背景透明的一個圖片 所以呢回到抠圖之後 這邊我就去選擇下載 就是如果你這裡都修改完了 都沒有問題了 你就去點下載 那這裡的話 你是必須要有一個帳號跟密碼的 所以你可以選擇 使用下面的Google 或者是Facebook 等等的帳號去直接登入 或者是你直接點這裡的註冊 然後去註冊一個新的帳號 只要有電子信箱跟密碼就可以了 按下註冊就會直接註冊完畢 那這邊我有一個小小的提醒 就是像這種網站你在註冊的時候 假設你這裡輸入你的Gmail信箱 你這個密碼 請你不要跟你的Gmail信箱 登入密碼是一樣的 這個在我之前有一部影片 在講密碼安全性的時候 有提到這個東西 就是這個帳號密碼的部分 盡量你在外面做的時候 如果帳號是你的電子信箱 密碼不要跟你的電子信箱 登入的密碼是同一組 這樣會安全很多 所以這邊你就可以自己去隨便設一個 那因為我剛剛已經註冊過帳號了 所以我現在直接選登入 然後我就直接進行登入 登入完畢之後 我再去點選一次下載 這個時候他就會把圖片給下載下來了 現在他已經把它下載完畢了 我帶大家來看一下 就是右邊的這一張 所以這個就是他出來的一個結果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的圖片解析度 這邊解析度我們可以看到 他是2048x1520 這個比起我上一次介紹的那個網站 他只能夠下載到500多x400多來講 這個差異是非常大的 2048x1520 基本上我們要做一張1080P的縮圖 用起來都是完全沒有問題的了 所以呢 這個網站他最大的優勢就是 他免費的情況之下 能夠下載出來的圖片解析度 真的是高非常非常多的喔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這邊了 希望對你會有幫助 我是宇 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